这款是大炒勺为朋友们介绍的较简单的一款胡菜翡翠芙蓉羹 希望朋友们喜欢 味道挺清淡的 原料可采纳选择的品种很多 自己可任意来搭配 家中有老人和幼儿的 我想这种做法比较适宜他们 为了咸鲜、甜咸、微辣油可 翡翠芙蓉羹的做法步骤 一、全部食材 二、把青菜用食品料理机搅打成糊备用 三、青菜糊 四、取蛋清三枚 五、里面注入牛奶和少许水淀粉 用盐、白胡椒粉和鸡粉调味 再用蛋抽充分打匀 六、炒勺上火烧热 注入少许橄榄油倒入蛋清液 七、中火炒至熟透凝固便可出锅 八、蔬菜糊上火炒至 办法和炒蛋清一样 把蔬菜泥炒熟透 用盐胡椒粉和鸡粉调味 最后勾入少许水淀粉出锅 九、把两种原料满入深盘中 做好造型便可上桌食用 小窍门、胡椒客店 转化鲜香、颜色亮丽 清淡味美、异于消化 温馨提示 一、制作雌菜 无论使用什么原料都要做成糊状 可机器饺 可用刀背杂质 还可把原料切得很碎 二、原料可使用各种蔬菜 豆腐、鸡蛋、虾肉、鱼肉、蟹肉等均可 味道可随意 三、造型一定要美观 图案可随意设计 可山水、可人物、可花鸟 最好是民族图案 我今天做的是传统的太极图 供朋友们参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